大家好我是老七 我现在正在自驾219国道的新藏县 刚刚离开大洪流滩 一路上都是这种荒凉的景色 这里简直是寸草不生 这边的海拔还在4000米 这边的土地 碱性非常的大 太阳一晒地上都白白的 远处山上面还在下雪 虽然我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疆的地界 但是这边的海拔还是有点高 这里隶属于和田地区 我现在距离叶城还有400多公里 越往叶城走 海拔会越来越低 在康西瓦的前面有一个港亭 会发一个小卡片 披山县的塞托拉镇就是30里营房 全长是126公里 就是仅剩驾驶 前面到康西瓦林 这里是康西瓦达板 这边的海拔是4269 那边山上面都有雪 到了30里营房了 在这边加个油 看看新疆的油价是多少钱 新疆的92号油7块4毛6 要便宜1块多了 要比阿里的 这段路全是非铺装路 走起来车内叮叮光光的响 这边昨天晚上才下过雪 这个路很颠呀 晚安堵子喽 这个大车把路给堵住了 他这个龙胎打滑 把这个地面都磨出了 这个很深的龙胎硬啊 对面还来了一辆大火车 这会两辆车都过不去了 这一段可是新藏线上最危险的路段了 这边的海拔接近4800 昨晚上这边下了很大的雪啊 周围的山都是白茫茫的 后面都堵了好几辆车 前面是有一个崖口 过了这个崖口 海拔慢慢的就下降了 我现在距离叶城还有300多公里 通过冰雪路段 一定要小心一点 开慢一点 从那边山下上来之后 这儿到一个崖口 是柯克阿特达满 又叫黑卡子达满 这里的海拔4900米 站在我现在这个位置 距离叶城县还有310公里 但是这里已经属于叶城县的管辖 也就说新疆大不大 300公里以后才能到叶城县的中心位置 所以自驾新疆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新疆真的非常的大 这段路真的非常的危险 旁边就是那个大坡 悬崖的那种感觉 这道路边的这个护栏都非常简单 这真的是新藏线R19上面最危险的一段路了 并且走这种冰雪路面 一定要慢一点 要不然都很容易冲下那个坡去 哇 看那边山上的大流沙 好吓人啊 这边有个急弯道 这辆大货车直接翻在这里了 这边是一个大转弯 一路的下坡 这个大货车没有杀住车 直接侧翻了 太吓人了这个 早就听说在新藏线上这种侧翻的大货车很多 这次真的是亲眼所见 这个场面真的触目惊心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啊 这边又是积雪路段 这里的海拔四千九百米 很多大货车都停在路边了 我的妈呀 这就是新藏线的魅力 这大货车全部都堵在这了 我还以为这个崖口至少五千一百米的海拔 原来才四千九百六十九米 叫赛利亚克打板 又叫麻扎打板 这就三月份走新藏线 这个打板上面都还有积雪 所以如果我们要三月份自驾新藏线的话 还是车里面背一根防滑链 这边是西空龙山 我看这个路修的 全在这个峡谷里面 这条路可修的真不如一啊 这个村庄的名字挺有意思啊 普萨 把那两个字调一个个儿 就成了萨普 西藏有一个萨普山 我现在距离夜城还有75公里 这里的海拔两千多 气候非常的舒服了 我准备今天就在这个村庄里面 找一个地方停车休息了 他们这边的这个村庄里面 没找到那种公共的厕所 然后我就往前走了一下 找了一个这边很大的这个停车厂 这个停车厂它是收费的 请一晚上给20块钱 但是那边呢 还有这个卫生间 这种环境下面 今天晚上我也就不做饭了 这边路边还有很多的饭店 我们就到新疆来了 就先吃个羊肉串 然后尝一下新疆的大乌酥啊 现在马上八点钟了 你看新疆这边太阳还高高挂起来 这里是真的有时差呀 然后这个葱庄旁边 随处可见的这个羊肉串 各种抓饭店啊 到新疆就是水果自由了 并且羊肉串这边吃饭的话 饭也不是特别贵啊 新疆的羊肉串这么大 10块钱一串 今天我来一碗面片 烤上5串羊肉串 这么大的一碗面 10块钱 并且这里面还有肉 这就是新疆面片 我们那边叫烩面片啊 这就是新疆的大羊肉串 看着非常的攒劲啊 用新疆话说就非常的攒劲 漂亮 一粒雪啤酒 新疆的啤酒都比较大 都是大群的 其实我这是第二次来新疆 但是呢这是第一次自驾新疆 19年的时候我在新疆上了 大概有两个月的办 所以对新疆的这个美食的话 还多少了解一点 不过我就喜欢吃个汤面片 烤上几个羊肉串 然后再来个这个 大棒子啤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友谈看 atori生 如果你 也许 胆子 老